这个男人他简直就是荒野求生界的一位神 他用实力展示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过程 在地上随手捡一根小木头 接着在小鞋里抓到了一条小鱼 然后将小鱼串在草绳上 作为一个万能的诱饵 第二天就钓到了一条几百斤的鳄鱼 吃完烤肉后拉了一坨屎 烤肉味的时吸引到了一头几百斤的鹿 男人又用弓箭狩猎了一头鹿 第一次来到非洲求生就一路开挂道结束 但惊喜也不止这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开挂男 是如何玩转非洲荒野的 本期挑战地点是南非荒野 这里地形崎岖 遍地都是荆棘 地上有辣条狮子 河里的大嘴巴比鱼还多 反正走哪都是死 但节目组给出十万美金的奖励 让选手在荒野生存二十一天 本期男主科尔不敢拉屎帕尔的日子 他已经过了几十年 穷都不怕更别说死了 别人不敢来的地方他来 别人不敢下的水他下 别人不敢抓的鱼他抓 别人不敢脱的衣服他脱 有卧龙就必有凤楚 有猛男就必有牛妹 这个一眼看却满脸势动的妹子叫做贝壳 别看他撞得像头牛 脱掉衣服之后就这么丁点大了 和安波比真的差远了 节目组给他的生存评分只有6.7分 因为这妹子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平时在家只吃一些野菜 因此在遍遍野外可食用植物能力比较强 而科尔就厉害了 他生存评分为7.2分 科尔是一位猎人 擅长使用弓箭狩猎 获得的战绩也是非常厉害的 堪称母鹿收割机 多年的狩猎经验 使他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技能 这样的大神和菜鸡组合 要么被菜鸡托死 要么被大神飞起 两人见面后进行了简单的配对 科尔对洞姐相当满意 在这种荒郊野岭的环境中 是个人都不会挑食 两人各自检查了自己的装备 科尔带了一把弓箭 洞姐带了一把小斧头 还有节目组提供的一口铁锅和打火器 他们需要徒步十公里外的目的地进行挑战 路上有非常多的经济 行走起来十分危险 为了寻找适合的水源 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到达 并且搭建庇护所 开局第一天 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天 这是一个熟悉队友的过程 科尔觉得洞姐太瘦了 担心他体力不支而退赛 这意味着他需要尽力 让洞姐吃饱并保持健康 洞姐却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他匹配到了一位弓箭猎人队友 洞姐对科尔非常满意 有大腿抱 他恨不得马上抱上去猛缩几口了 走了几个小时后 终于看到了水源 这水是流动的 科尔认为会有动物来这里喝水 在这里他们还看到了许多鱼 他们沿着水路一直走 在地上科尔看到了一些野猪的脚印 这里遍地都是蛋白质 数量多到难以置信 终于看到了一处比较大的水源 他们决定在附近寻找位置搭建庇护所 这片区域比较平坦和阴凉 科尔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庇护所点 只需要把草简单整理一下即可 讨论好计划后就开始干活 洞姐负责收集木柴生活 科尔负责搭建庇护所 洞姐收集了一些干草做火龙 一下子就点燃了 科尔在收集材料的时候 发现周围非常多这种荆棘 一不小心就会被刮到手 但这些荆棘做成的围栏 也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洞姐在打水的时候 看到河里有鳄鱼 附近潜在着各种危险 洞姐打水回来煮 救科尔喝水的功夫 洞姐就弄出了两条辫子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科尔打算去附近探索 他们在路上看到一群脚马 科尔想狩猎一头来尸 但野生动物的警惕性非常高 还没等他靠近就开始逃跑了 科尔认为是脚马闻到了他们的气味 这让他非常兴奋 因为这里的猎物实在太多了 晚上的时候 他们有火可以取暖 也拥有安全的庇护所 第一天过得还算顺利 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他们听到了附近的动物叫声 一头犀牛出现在附近 这把他们吓得不敢睡觉 时间来到第二天 冬结昨晚睡得很开心 科尔计划今天去狩猎 昨天科尔并不习惯 他只睡了几个小时 现在他迫不及待的 想展示自己的技能 附近有非常多野鸭子 科尔很快就进入了狩猎状态 扭捏得伸直缓缓拉弓 一直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科尔尴尬到屎都出来了 他走进进行第二次射击 有卧龙就必有凤厨 冬结在打水挥剧主 回到庇护所后水掉了 科尔这边狩猎失败 他打算明天再试一次 科尔每次想到喝水的问题 都很头疼 他想要一个快速喝到水的办法 渗透出来的水是经过一定过滤的 这些水看得很脏 其实一点也不干净 科尔直接捧起水就喝了起来 看样子他是真的渴了 冬结在庇护所里煮水 他也没有闲着 用树皮制作绳子 打算用来钓鱼 看样子是个勤俭持家的少妇 树皮绳子用热水煮过之后 韧性也变高了很多 差个钓鱼钩 科尔找到一颗枯木头 他敲了一根木块 用斧头将木块仔细打磨一下 然后就得到了一根 两头尖刺的原始钓鱼钩 万事局被指线东风 他们在岩石边寻找诱饵 数头数脑的冻结 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科尔看到水中有很多小鱼 然后随手就抓了一条 将小鱼串在鱼钩上 尼克千万别小看这条小鱼 他能把单车变成摩托 科尔将鱼钩放置在河边上 接下来就是等待节目组放到剧了 时间来到第三天 两个嗨老一早就外出打水 他们再次来到岸边 但并不着急查看钓鱼装置 而是在附近开始狩猎 我竖起床板想了一夜都想不明白 科尔再次狩猎失败 而冻结在做美容 他们使用弓箭喝可乐 正常人脑子没病都想不到这种新喝法 喝完水才想起要检查钓鱼装置 水下不断冒出气泡 科尔一看就知道底下有货 随后直接从水中拉出一条鳄鱼 我还没反应过来鳄鱼就隔屁了 他们竟然在庆祝 鳄鱼虽然不大 但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条鳄鱼死得也太没尊严了 狩猎成功科尔非常兴奋 他们用弓箭来屠宰鳄鱼 这条鳄鱼最少有20斤以上 足够他们吃几天了 开局才第三天 也就刚刚饿的时候 这么快就抓到了鳄鱼 我一时间分不清是他们的实力 还是道具足给力 傍晚的时候他们在烤肉 烤肉在木炭上滋滋作响 今晚注定是吃撑的一天 他们把烤肉不断地往嘴巴里塞 吃完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火堆上还有一大块鳄鱼肉在烤着 一顿根本吃不完 半夜的时候天空开始打雷 看样子有一场大雨要下 时间来到第四天 一早上他们就吃着烤肉当早餐 吃饱后就开始干活 他们要做好准备迎接一场大雨 冬节在收集甘草 科尔在搭建庇护所的屋顶 他们将干草铺上庇护所的屋顶上 科尔并不知道这场大雨要持续多久 反正现在就好还担心 在第五天的时候 鳄鱼肉已经烤干 最近这几天他们一直吃着烤肉 在非洲荒野求生天天吃烤肉 这样的求生让我来 鳄鱼肉今天可能就会吃完 科尔接下来又要进入狩猎状态了 冬节也开始在野外寻找可食用植物 开局说自己是素食主义者 但这几天烤肉吃的最多就是他 果然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科尔用木炭伪装自己 这有助于他狩猎 冬节在庇护所准备制作晚餐 他将鳄鱼烤肉私下放入铁锅里盾 这样吃着会更饱一些 科尔在外面追踪猎物 西边有非常多野猪脚印 他打算坐在这里等待猎物出现 科尔在猜测猎物喝水的路径 反正就觉得自己这个位置 是绝佳的狩猎点 几个小时候这个嗨老回来了 冬节早已在庇护所里 炖好肉汤等着他 他把肉汤都留给科尔市 因为他明白男人是需要奖励的 等到晚上再榨干他也不迟 太阳下山后 气温急速下降 科尔嘴里不断吐槽着很冷 而冬节早已经躺在庇护所里 等待科尔撬动扳机 担心大家流量不够用 这段就给大家跳过了 时间来到第六天 科尔一早就打算外出狩猎 昨晚的表现让冬节非常满意 他希望今天晚上再冷一点 科尔来检查钓鱼装置 鳄鱼把幼儿扯掉了 他看着眼前的鳄鱼救来气 发誓要灭了鳄鱼全家 冬节在为今晚做准备 他收集了很多干草做床垫 这婆娘吃饱了只想一件事 相信不用过几天 科尔就会被他炸成干尸 科尔在西边等待猎物的出现 反正他宁愿在外面被蚊子 也不愿意回到庇护所谓冬节 一直到下午两点多 猎物都没有出现 科尔决定去池塘边狩猎鳄鱼 他来到岸边发现 鳄鱼就在水中的小岛上 科尔尝试徒手抓这条鳄鱼 这海老是真的不怕死 刚下鳄鱼池中抓鳄鱼 他慢慢地游到岛上靠近鳄鱼 鳄鱼就在他眼前不到一米的位置 海老的眼神已经想出了 几百种烹饪鳄鱼的方式 很可惜又一次失败了 他打了一锅水回去 把抓鳄鱼的经过告诉了冻结 他表示自己与鳄鱼只有几十厘米的距离 鳄鱼当时都吓尿了 科尔只好放过他 这海老连说带吹的说了一大堆 而冻结一心只想着做好今晚的床垫 床垫终于做好了 太阳下山后 冻结比老虎还恐怖 时间来到第七天 科尔一早就来到岸边继续受炼 他站在岸边想射鱼 水中有不少的鲶鱼 但很可惜并没有射中 冻结在庇护所里回味昨晚的事 他非常体会科尔 科尔在岸边又看到了昨天的鳄鱼 他决定要抓鳄鱼打一顿 反正科尔就和这条鳄鱼杠上了 他再次潜入水中想要抓鳄鱼 一顿操作猛碌户 抓没抓到鳄鱼不重要 反正在冻结面前耍帅一次就够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八天 科尔打算制作长矛去狩猎鳄鱼 但冻结却想制作一个鲶鱼陷阱 他们来到岸边计划 冻结打算在这里布置鲶鱼陷阱 他用木棍在地上挖个坑 但挖坑是个体力活 原本这种事可以让科尔这头牛做 但冻结有些小心思 他只想科尔将体力浪费在自己身上 科尔也在为狩猎做准备 他们都在努力地获取食物 总比那些躺平选手好 那么他们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会过得很舒服 科尔已经制作好了长矛 他打算去帮冻结忙 冻结的坑终于挖好 河里的水成功流入坑里 这是冻结花了很大体力才完成的杰作 他非常希望夜之间能抓到一条鲶鱼 时间来到第九天 早晨的气温非常低 他们很早就醒来 科尔用石头把长矛打磨锋利 然后放在火上烤 这会使得长矛更加坚固 冻结决定去检查昨天的鲶鱼陷阱 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 突然就晕倒在地 科尔一下子都猛逼了 还好只是摔了一跤 并没有摔死 医生过来给冻结检查身体 冻结认为是自己站起来太快 眼睛突然发黑导致 医生建议他多喝热水 整体并没有什么大碍 而科尔非常担心冻结的身体 他要尽快获取到蛋白质给冻结补身子 冻结躺在地上晒太阳充电 他意识到自己是极恶晕倒的 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碾一陷阱并没有抓到鱼 或许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科尔找到之前丢弃的鳄鱼内脏 他想要用这些诱饵吸引另一条鳄鱼 科尔站在岸边观察鳄鱼 树上的鸟叫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直接拉弓就射击 但很可惜又没有打中 他继续站在岸边等待鳄鱼靠近 这个嗨老一站就是一个下午 全程没有拉过一滴尿 他又来到河里尝试用弓箭射鱼 但并没有他想的这么简单 今天又是失败的一天 时间来到第十天 此时两人都感觉非常饥饿了 还有一半的时间要完成 他们必须要获取食物才能撑下去 科尔每天都努力外出狩猎 可能运气就差点 他从早上等到了傍晚六点多 终于遇到了一头出来散步的野猪 这距离科尔非常近 野猪靠近的时候他没动手 当野猪走掉后 才站起来虚张声势 这嗨老究竟会不会狩猎啊 这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 活该你天天喝水饱 晚上天空开始刮起大风 他们躲在庇护所下 外面已经开始下雨 今晚注定是一场不眠之夜 时间很快来到了12天 这两个嗨老已经备了的有气无力 冻起的身体也非常虚弱 他已经没有榨干科尔的力气 科尔喝板水后外出狩猎 他在丛林里不断瞎逛 看到了不少鸟 但没一次是能狩猎中的 时间来到了第13天 看到很多鱼在水下 但就是没法射中它 科尔面对镜头尴尬到标时 他意识到在这里仅仅靠打猎是行不通的 时间来到第14天 科尔又来到岸边看鳄鱼 鳄鱼就在水中调戏他 科尔这暴脾气一下子就来了 拿起小树叉就冲入水中与鳄鱼干架 这还老是真的戏眼的 既然活条鳄鱼过不去 每次失败都说很接近 你亲信不接近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你现在很淡疼 要不然手也不用捂着这么紧 如果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话 那么非洲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你母亲 庇护所里的动静嗷嗷待不 每次看到科尔回来都要问吃的 你这一脸动十条鳄鱼都不够腮 中午的太阳非常火辣 他们躺在庇护所里休息 时间来到了第十五天 这天一早 冻结把两个动物牙齿塞入耳洞里 这造型看着相当的时尚 此时此刻他就是这片非洲荒野最亮的赛 冻结外出检查黏鱼陷阱 看着背影应该会有惊喜 他拿掉水中的树叶 然后走入水坑里 用手摸了一下水底 竟然还真有货在里面 冻结开心的呲牙咧嘴 因为这意味着他吉祥可以吃上一顿肉 黏鱼狠滑徒手抓非常困难 很不容易才抓到一条 他拿出制作好的树枝工具 在水下继续摸索 很快又抓到了一条鲶鱼 这两条鲶鱼足够他们饱餐一顿了 冻结今天收获了两条鲶鱼 他把鲶鱼拿回庇护所 虽然个头不是很大 但这两条鲶鱼可以让他们多撑几天 鲶鱼烤熟后 冻结直接品尝了起来 但科尔并不打算吃 冻结非常疑惑 科尔表示他制作陷阱非常浪费体力 这些鲶鱼是他应得的 但冻结依旧选择分享一半给科尔 科尔只是想冻结比自己更需要补充蛋白质 但这是团队作战 冻结希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半夜的时候 冻结突然发出嚎叫声 原来是被蝎子折了一下 除了很痛之外 并没有什么不适 时间来到第16天 昨晚冻结被蝎子咬了之后 足足疼了4个小时 还好毒性并不是很大 整个人的状态还可以 科尔非常同情冻结的遭遇 冻结的积极生存状态让他很佩服 科尔使用木炭开始伪装自己 他计划再次出去狩猎 尾部伪装其实都一样 抓不到猎物就说差一点 这样的理由我已经听了一万次 每次狩猎都要化妆 我真的服了这个嗨老 科尔拿着弓箭在丛林里穿梭 一直到傍晚都还没有收获 他在不断观察四周 看到一头鹿出现在附近 鹿的个头实在太大了 这应该是科尔最好的机会 科尔拿起弓箭早就开始射击 这一箭成功命中了那头鹿 但没有命中要害 科尔找回掉落的箭 箭上有血迹出现 那头鹿死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有一半的可能 他会得到那头鹿 科尔跟着血迹去寻找 此时天已经黑了 他决定明天再去寻找受伤的鹿 回到庇护所后 科尔把鹿的事情告诉了冻结 想他明天早上一起去寻找受伤的鹿 时间来到第十七天 这天一早他们就外出寻找鹿 这是一次艰巨的徒步任务 非常的丛林这么大 他们应该如何寻找呢 科尔观察到天空有鹰在盘旋 这就意味着底下存在有肉 科尔朝着那个方向去寻找 在路上看到了一些血迹 随着发现的血迹越来越多 科尔猜测猎物应该就在附近 从早上一直找到下午两点多 冻结认为猎物可能被猎狗偷吃了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他们终于发现了倒在地上的鹿 足足找了一整天 这头鹿的个头真的太大了 科尔激动倒哭了起来 他非常感谢鹿给他带来食物 我本以为他良心发现 不应该狩猎这头鹿 没想到他却和冻结说 原来哭了一顿就是为了吃口肉 这嗨老师真的会演戏 鹿的个头太大 他们根本无法抬回去 所以只能就地涂散分解他 这里是非洲的荒野 肉行为肯定会吸引到猎狮动物 他们尽可能把肉都带回去 距离挑战还剩下四天时间 这些肉足够他们吃到撑了 今晚就准备制作烤肉串 一个鹿心和鹿干是今天的晚餐 他们在庇护所搭建起了烤肉架 把内脏直接放在上面烤 为什么就不结成小块放在树枝上烤呢 今天忙碌了一整天 终于可以享受烤肉大餐了 这是他们第三次吃到的烤肉 这顿烤肉是他们挨饿十几天换来的 半夜的时候烤肉味吸引了附近的野狗 今晚又不敢睡觉了 时间来到第十八天 他们烤肉当早餐 接下来基本就是天天吃烤肉躺赢了 烤架上还有很多没有烤熟的肉 可尔打算用一些来制作肉干 他将肉切成肉条 放在烤架上 这样制作出来的肉干水分少 而且不容易变质 烤炉上挂满了肉条 一天的时间就烤干了 天天在庇护所里吃烤肉 这种日子真享受 时间来到了第二十天 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他们还有很多烤肉没有吃完 临走前都能吃上烤肉大餐 这真的太享受了 现在他们一天到黑都是在吃着烤肉 晚上的时候 冻结根本就睡不着 明天就能回家领取十万奖金了 冻结早已经想好钱怎么花了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今天是撤离的日子 他们吃完烤肉早餐后就准备出发 虽然非洲的天气非常炎热 但是一想到回家就能享受了 再苦再累也不怕 他们需要徒步十公里到达撤离点 一路上除了惊奇多一点之外 并没有什么意外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撤离点 成功完成了21天的荒野挑战 那么下一集他们还会去到那里挑战呢 期待下一集食品的更新吧 荒野球生最新一季开播 四位极品少傅队荒野球生 口渴了就集体啃甘蔗 饿了就抓球鱼 几时进的球鱼烤得吃非常香 本期挑战地点是哥伦比亚荒野 第一位选手是凯利 她是一位网季回归选手 十年前参加第一赛季赵泽地生存 鲨鱼都拿她没办法 后来还参加了亚马逊独自生存21天 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生存水平 生存评分为9.1分 第二位选手是盖比 她也是一位网季回归选手 看身材就知道她是一位有实力的少傅 家里的老父亲教诲她很多东西 也一直鼓励她做任何事情 她曾参加过菲律宾的荒岛求生 徒手抓辣条都不是事 还参加了雪山求生 盖比的生存评分为9.1分 第三位选手是梅根 是一位40岁的年轻少傅 颜值非常哇塞 第四位选手是爱丽丝 她是一位37岁的少傅 节目组在搞什么飞机呀 这已经来了四位这么猛的少傅 嗨老在哪里呢 难道嗨老都在看视频吗 这不纯纯的被节目组白嫖了吗 不过四位少傅真的太香了 我隔着屏幕都能闻到 节目组这么安排是有目的的 主要是为了让回归大佬凯莉和盖比 带两位新手一起刷经验 其实嗨老来不来不重要 只要的是少傅颜值高 我作为正经的荒野解说都很欢迎他们 梅根刚到就觉得天气非常热 她非常期待自己的队友 梅根是一位生物老师 平时非常喜欢游玩 什么事情刺激她都想体验一下 经常私下和学生探讨人体学分析与构造 这样的生物老师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她和凯莉组成一队 相遇后两人非常激动 两个少傅相遇并没有觉得尴尬 虽然现在很开心 但是没有匹配到男队友的话 少傅老师多多少少是有点失望的 接下来的21天 就要靠凯莉带飞她了 五公里外的少傅 爱丽丝同样很紧张 她是一位模特 同时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 平时性格非常爱买 但长得相当漂亮 她是如何说服她老公 让她参加这样的节目 美少傅和盖比组成一队 这个花瓶也没想到能和盖比组成一队 希望她不要给盖比拖后腿吧 两个老油条 一人带一个花瓶求生 每人都带了一件基本的生存装备 还有节目组提供的提过和打火棒 本期挑战规则和上一期一样 他们双人组合生存十天后再集合 老油条告诉花瓶 这是团队挑战后 花瓶都表示非常惊讶 因为这会遇到更多的选手 两个老油条之前 一起参加过雪山求生 这次再次回归一起挑战 他们也是非常期待能看到老友 格伦比亚位于赤道旁边 现在是高温多雨季节 这也就意味着野外会非常温热潮湿 好在这个地区有非常多岩石山洞 盖比和爱丽丝边走边聊 在路上看到干燥火龙 顺手就把它收集起来 天空已经开始乌云密布 在这里下雨可能持续几分钟 也可能会持续几天 凯利和梅根组合 他们看到天空上的鹰 心里就想到了一百种做法 很快天空就开始下起了大雨 目的地还没走到 就被临成落汤鸡考虑到山洪爆发的可能 他们尽量选择往高处走 而凯利他们还在草地上 他看到前方有一个岩石 决定去那里搭建庇护所 梅根和凯利位于大岩层地区 这片区域为蝙蝠和球域提供安全的庇护 用岩洞当作庇护所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会减少他们搭建庇护所的时间 当他们来到岩石底下 发现这个岩洞非常大 虽然有了天然的庇护所 但这里也是蚊子的天堂 他们找到一个平坦的位置 打算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凯利非常担心带不好这个花瓶 在搭建庇护所的时候 凯利开始收集木柴 而梅根一直在瞎逛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果然真的是过来做花瓶的 凯利顺便来到外面探索 打了一锅水回去煮 五英里外就是盖壁组合 他们位于一条河里附近 这里也有一大片洞穴 是小镊齿类动物和蝙蝠的家 这个山洞比凯利他们的更漂亮 而且位置也是非常大的 他们收集了很多叶子来搭建庇护所 盖比计划在这里临时住两天 这个位置距离水源比较远 所以不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 不用花时间搭建庇护所 他们第一步直接就是生活 盖比再知道爱丽丝如何生活 拥有打火器还是挺简单的 有了火之后就可以烧水取暖 晚上的时候 凯利就和梅根坐在岩石底下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庇护所 梅根被冷得蜷缩在地上 岩石上的蝙蝠飞来飞去 不习惯根本就睡不着 时间来到第二天 熬了一晚终于天亮了 梅根的状态还算可以 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左右 但只要不下雨就算舒服 凯利鼓励梅根的承受能力 虽然只是第一晚 但第一晚往往是最不习惯和难受的 作为梅根的导师 凯利是非常看好梅根的 接下来他们准备去附近探索 而盖比组合这边 他们今天的计划是寻找新的庇护所 现在这个岩洞距离水源太远了 他们想要寻找一个接近资源的岩洞 爱丽丝这个花瓶只能跟着 他们在一次踏上徒步之旅 附近拥有非常多的岩洞 每个岩洞都有自己的想法 盖比觉得这里非常适合 而且水源也很近 岩洞虽然不是很大 但构造非常适合人类居住 周围拥有的树木种类非常多 他们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凯利带着梅根在附近探索 看到了野生香蕉 这种食物有点酸但能吃 一条树根就是他们的食物 不知道好不好吃 反正他们咬住这根东西就很过瘾 花瓶梅根一直不舍得放开 能找到东西吃他们非常开心 吃饱后继续在附近探索 他们的庇护所虽然很差 但是首先找到食物吃的 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大雨 梅根和凯利他们只能靠着岩石挡雨 头顶的岩石并不大 而且风吹得非常猛烈 这电火根本起不到取暖作用 他们靠近岩石蜷缩起来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时间来到第四天 这里几乎天天下雨 岩洞变成了水帘洞 两个少妇也变成了熏悟空 他们躲在岩洞里不知所措 盖比想要在这里搭建一个木架床 把Y形木架插在地上 然后铺上木棍作为床 计划好之后就开始干活了 他们看着非常卖力 像极了再看老公的样子 地上的蚂蚁非常多 但相比蚂蚁我更害怕少妇涂红脚甲 看到蚂蚁疯狂咬刀 盖比感觉到非常惊讶 爱丽丝在搬木头的时候 不小心被蚂蚁咬到腰 看着就觉得痛 凯利和梅根一直在外面瞎逛 他们庇护所都没有 却一直在浪费时间 这里拥有非常多的枯木头 凯利将它收集回去 晚上就有柴烧了 但这些木头是潮湿的 能不能点燃都是个问题 盖比他们把木头收集回来 然后就开始搭建床 盖比在搭建木头框架 爱丽丝就编织床变 很快就搭建起了一个离开地面的木床 这样确实改善了休息环境 凯利一直在收集木柴 而梅根却感觉到了一些不适 她感觉到了头晕眼花 可能是没休息好的原因 凯利建议她多休息 好不容易有个小弟 万一走了就不知道咋办了 梅根坐在庇护所里哭了起来 她觉得自己坐在这里 什么都不做不适合 反正现在就是好自责 凯利觉得梅根可能是恶傻了 她想要找点食物回来补偿她 吃点东西或许会好很多 凯利找到了一种植物 看起来很像丛林菠萝 其实就是一生菠萝而已 虽然个头很小 但是能够为人体 带来不少糖分和营养物质 凯利回到庇护所后 看到梅根睡得像死猪 她把菠萝拿出来 这是今天的午餐和晚餐 但梅根似乎并没有什么食欲 她怕浪费这两个菠萝 梅根不断地出现呕吐 凯利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可能是晚上下雨着凉了吧 光着身子在这种环境中 肯定很容易出现身体不适的 晚上的时候又开始下起大雨 梅根半夜都起来呕吐 凯利有点担心梅根的身体状况 很有可能会因此退赛 为什么就不住一锅热水来喝呢 时间来到第五天 今天一早医生就过来给她检查身体 昨晚一直在呕吐 今天又出现垃圾的状况 反正现在就是又拉又呕 医生给她检查完身体 觉得这种状态并不是很好 一时间找不到生病的根源 现在梅根环子阿发烧中 医生决定让她退出比赛区检查身体 才五天时间 花瓶就被带走了一个 凯利作为导师 对他们的生存能力肯定是很失望的 没有坚持到底21天 梅根也觉得很可惜 现在才第五天时间 凯利还要独自面对一般时间 这让她又想起了肚子挑战亚马逊的时候 盖比组合着扁 他们在外面开始寻找食物 如果再不找食物的话 很可能又会饿死一个花瓶 凯利看到远处的棕榈树上有水果 他们决定到那里查看 没想到还真被他们找到一些果子 他们把能吃的野果收集起来 因为这是他们难得的食物 棕榈果吃起来味道像鸡蛋 虽然不是很好吃 但是能填肚子 盖比想用这些果子来捕抓镍石动物 陷阱都还没做 就开始讨论如何吃烤肉了 爱丽丝这个花瓶被盖比忽悠得非常开心 盖比教爱丽丝如何制作狩猎陷阱 大致原理就是搭建一个木架榻 当动物进来吃东西时 把动物盖在里面 这样的狩猎陷阱 只能抓一些小动物 盖比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 希望自己能抓到一些豚鼠 晚上的时候 天空又开始下雨了 凯利非常期待集合的日子 这样就能和盖比一起组队了 反正现在凯利自己一个人就好还孤独 时间来到第六天 盖比打算去查看狩猎陷阱 看看有没有抓到蛋白质 他们的狩猎陷阱已经触发 但是并没有抓到猎物 盖比认为是他们逃走了 爱丽丝感觉很有趣 这个花瓶心态挺恶观的 盖比重新设置了陷阱 这里的蚊子特别多 咬得盖比浑身是包 陷阱还没有弄好 他们就忍受不住蚊子了 再不走就被吸成干湿了 时间来到第七天 凯利一早就说 自己不喜欢吃太多东西 这句话鳄鱼听到都会做噩梦 找没找到东西吃和喜不喜欢吃是两回事 她在附近发现一窝岩石蜜蜂 这种蜜蜂很小 但攻击力极强 凯利并不敢徒手掏蜂窝 她拿出一根长矛 把刀子绑定在上面 决定在远处把蜂窝割下来 早上还说着自己不喜欢吃太多东西 现在看到蜂窝又冒着生命危险去去 这真是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她就站在一两米的位置 用刀子去割蜂窝 没想到掏出了百万蚂蚁大军出来 这种是蚂蚁蜜蜂共生关系 他们相互保护着彼此 经过凯利一通论统之后 终于找到了她想要的蜂蜜 虽然只有鼻视大小 但凯利吃着非常甜蜜 她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味道 时间来到第九天 明天就是合并的日子 盖比和花瓶这边日子过得相当好 没想到爱丽丝这个花瓶能坚持到现在 丛林的环境非常艰难 不仅潮湿而且蚊虫特别多 它们现在已处于哀恶阶段 半夜的时候凯利突然惊醒 她发现有东西绕着壁虎所走 原来是一只球鱼在觅食 但半夜凯利根本抓不到她 所以只能看着这块肥肉 在眼前跑来跑去 时间来到第十天 今天是集合的日子 盖比他们一早就出发了 终于能和老友会面 盖比是非常期待的 出发前查看了地图 此时非常兴奋 他们需要徒步施工里外的集合点集合 凯利非常期待 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出发前她想带点食物过去 因为凯利附近有野生菠萝 凯利采摘了一些带走 她也非常期待见到盖比 她拿着一铁锅菠萝就出发了 盖比和爱丽丝一人拿着一条木棍 现在是阴天 很多辣条会潜伏在草地上 赶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十公里的路程并不算远 但要是走路的话 能拔腿走断 在这荒野地区 根本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全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相遇了 当看到新的少妇之后 爱丽丝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么多人光着身子在一起 这种感觉非常刺激 盖比和凯利相遇后 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 凯利掏出收集的菠萝 有食物吃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 在雪山求生中 盖比和凯利是队友 他们吃到了香喷喷的烤鱼 凯利希望这一次也能过上度假生活 接下来就是两位大佬带一位新手 能遇到这两位大姐 少妇爱丽丝直接躺赢得了 他们在商议接下来的计划 这里高温多余 搭建普通的庇护所 肯定无法挡雨 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找一个岩洞 凯利的庇护所只是一个拱形 而盖比的庇护所相对好一些 他们决定回到盖比的庇护所 度过接下来的挑战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出来集合后又回到原来的庇护所的 我觉得这一期很奇怪 可能是导演安排两位大佬陪媳妇求生 又走了几个小时 他们回到了盖比之前的庇护所位置 夜晚的时候 果然又开始下起了大雨 三个少妇在岩洞里一直聊天 晚上是根本睡不着 时间来到第11天 他们醒来一直躺在床上 大中午才出来收集棕櫚叶 他们计划搭建一个屋顶 这些棕櫚叶子非常大 一棵树足够他们使用 天空一直黑着 看样子又要下大暴雨了 岩洞虽然能挡雨 但下雨时会出现低水的情况 所以他们需要盖一个屋顶来挡雨 反正他们现在的求生策略不是狩猎 而是埃德撑到第21天 有了屋顶之后 他们又躺回床上睡懒觉了 只要还没饿死 就不会出去找东西吃 时间来到第12天 昨晚又冷又饿 但他们三个一起抱着睡觉 只要是干燥就会很温暖 他们三个在这里到处瞎逛 盖比在路上看到了蜡条 这送上门的蛋白质 不吃就浪费了 盖比把它按在草地上 还没下刀就被逃走了 这真的太可惜了 盖比系的大姨妈都差点出来 他们又来到这里寻找酸甘蔗 这种食物只能过过嘴饮 少傅爱吃甘蔗大家都知道 因为甘蔗做起来很节可 少傅们轮流拿着甘蔗蒙做几口 汁也黏黏的很好吃 他们看着这条甘蔗 就像要一口吞掉的感觉 看来他们是真的饿了 少傅把甘蔗分成三段 大家都说得停不下嘴 这种是野生酸甘蔗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反正他们就笑得合不拢嘴 反正我现在有点后悔 本来以为四个少傅一起求生会很好看 没想到他们一直在挨饿 如果早知道是来看他们肯甘蔗的话 我就不应该收他们十万来捡这个骗子 时间来到第14天 今天他们计划做一个狩猎陷阱 一个在座 两个人传木棍 我真的服了这样的非洲式工作流水线 你敢想象吗 这是三个少傅递棍子做出来的陷阱 还拿了一个棕榈果作为诱饵 盖比希望能抓到一只鸟或者老鼠 但这个陷阱根本就抓不到老鼠 所以注定是会失败的 除非道具组给力 时间来到第15天 他们一早就去检查陷阱 这些少傅已经被饿到快要虚脱 继续蛋白质来补充体力 凯莉看到一只球鱼 竟然敢上手抓 几个少傅将球鱼堵在岩石缝里 盖比抓住了球鱼的尾巴 凯莉拿着砍刀去谈判 花瓶爱丽丝站在旁边看着 两个大佬在努力获取食物 这只球鱼的个头非常大 但他遇到了两个猛少傅 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了 虽然这一幕很残忍很可怕 但饿了这么久的少傅 早已经舔舌头了 这只球鱼为他们带来一顿丰盛的蛋白质大餐 盖比觉得是陷阱吸引了球鱼 所以这一次狩猎成功离不开陷阱 这只球鱼的个头很大 应该有好几斤肉 凯莉在叫爱丽丝如何处理动物内脏 反正每次有什么都会教她 这少傅看着后台应该不简单 盖比在收集木柴 准备晚上开始炖肉吃 天空又开始下大雨 他们回到庇护所开始生活 很快就可以吃到大餐了 但爱丽丝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她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如果不吃肉就会被饿退赛 那么这个花瓶是否会吃这个球鱼呢 爱丽丝觉得他们很残忍 她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吃肉 凯莉的铁锅早已准备好 爱丽丝竟然哭了起来 盖比弄了一大串烤肉 闻着非常香 你就在这给我装吧 最好你就别吃肉 回到庇护所后 她拿着一小块肉在手上 盖比和凯莉吃着非常香 爱丽丝拿着肉塞入嘴里 吃完后说不喜欢这味道 凯莉看着少傅难堪的表情 反正你不吃我就吃 盖比在一旁抱着肉啃了起来 吃得不知道多享受 他们建议拿一些肉来炖野菜吃 或许这样会好很多 这少傅的鼻子一看就知道是整容的 正常的应该像盖比这样的 时间来到第16天 他们躺在石头上睡觉 我一时间真的不知道 自己在解说什么鬼 当他们站起来想要离开的时候 少傅爱丽丝突然觉得有点头晕 好在盖比在身边扶着 要不然就直接摔在地面上了 好在最后没什么事 应该是有点低血糖了 这把盖比吓猛了 如果摔到岩石上 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其实现在这样的局面 就是两个大佬带着菜鸡硬飞 爱丽丝每天都喝水冲击 这样的荒野求生给我们 带不来一点架势 医生过来给他检查 就一个头晕都来检查 可见这个少傅应该就是导演的老婆 要不然也不会请两个回归选手带他飞 晚上的时候 盖比弄了一锅炖肉 这是给花瓶炖汤喝补身子吗 时间来到第17天 爱丽丝终于尝试自己吃肉 素食主义者为了生存选择了吃肉 我就知道人的底线是用来打破的 时间来到第20天 天空又开始下起大雨 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虽然现在下大雨 但并不影响他们休息 时间来到第21天 今天是车轮ideal日子 回家就能拿10万奖金了 过程没有一点意外 三个少傅成功来到了撤离点 那么下一集又有那些选手回来挑战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这是我见过最享受的荒野求生 他们不仅拥有吃不完的椰子 还抓到了许多螃蟹 建造了大型豪华庇护所 还有一个大波妹子来陪你 这样的荒野求生 你想来参加吗 本期挑战地点是哥伦比亚丛林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区 天气变化无常 美洲虎是这里的顶级劣势者 本期女主是46岁的大波少女马鲁 她经常在YouTube上看我的求生视频 觉得她们很轻松就能得到10万美金 所以这次她也报名参加体验一下 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沙发上啃玉米 只在看过我的求生视频 并没有真正去尝试过 可以说理论知识很强 实际操作为零 本期男主是凯尔 他和马鲁的情况一样 平时都是看我的YouTube视频为主 都觉得那些选手只是简单挨饿 就能拿到10万奖金 所以他也报名来尝试一下 马鲁和凯尔都是这个节目的粉丝 所以这次求生只是粉丝挑战赛 他们只需要生存14天 即可获得10万奖金 10万美金虽然很多 但是要求选手们必须裸体 14天赚10万美金呀 这确实非常多了 很快两人就见面了 马鲁主动进行配对 一见面马鲁就说 自己是一个纸上谈判的专家 言外执意就是我只会说不会做 凯尔也表示 自己看过100集我的解说视频 熟悉大佬们是如何挑战这个节目的 马鲁表示凭你的体力和我的脑子 肯定能在这里吃香喝辣 这些嗨老脸皮后真的什么都敢说 马鲁带了一大卷胶带 我一时间真的无语至极 我要是哑巴绝对开口骂他两句 往期选手也有带过胶卷的 但实用效果并不好 所以他要在这次挑战中给往期选手 严实胶卷在荒野中的正确用法 用实力恢复胶带的声誉 证明这不是一件废物 凯尔带了一把砍刀 还有节目组提供的打火棒和铁锅 他们需要徒步10公里 到达水源目的地 现在的天气非常热 徒步10公里是开局最简单的挑战 开局第一天 他们沿着河道一直走 直接走水倒是真的不怕死 书步之河里非常有鳄鱼 两人边走边聊 走了好几个小时 路上的石头非常各脚 马鲁提议用胶带来制作一双鞋子 他们把胶带撕下来对半折叠 然后在两边弄一个小洞 然后将胶带绑在自己的脚上 一双简单的胶带拖鞋就做好了 凯尔的开朗让马鲁非常满意 下午的太阳非常高 他们感觉被考制一样 还好胶带鞋给了他们一丝安慰 两人对胶带鞋也给出了五星好评 下午4点多的时候 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有一大片竹林 也看到了地图上的那棵大树 连续走了8个小时终于到了 他们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这里竟然还有椰子树 地上还有很多洞口 凯尔猜测这是椰子蟹的洞穴 这个位置距离水源很近 他们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大概还有三个小时就天黑 他们必须尽快搭建好庇护所 首先把火升起来煮水 马鲁看到火后非常兴奋 在岸边打水拿去烧 接下来就是搭建庇护所 马鲁想要搭建一个A型框架 两人很快达成一致想法 凯尔砍伐树木 马鲁清理出一片空工地 之前都是看视频 现在真的轮到自己干活 凯尔砍伐树木的时候 被掉落的红火仪咬到 现在他感觉全身火辣辣的疼 这些红火仪可不是开玩笑的 被咬后真的疼 虽然没把你疼死 但肯定浑身不舒服 他们要搭建一个离开地面的床 现在天快黑了 床的框架都还没弄好 马鲁意识到要加快手脚了 附近的蚂蚁实在太多了 很容易就被咬到 马鲁想要找一个没有蚂蚁的位置 这棵树看起来很不错 所以他们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凯尔用胶带绑住树枝 直接在树边搭建一个鞋盖 然后铺上棕栗叶即可 很快天就暗了下来 晚上的蚊虫非常多 这点火光无法取出蚊虫 反而起到了吸引蚊虫的效果 马鲁感觉被蚊虫生吞了一样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免之夜 这里到处都是虫子 时间来到第二天 他们昨晚一直没有睡着 不停地被蚊虫轮番攻击 现在开始感觉浑身疼痛 还好没有把他们吸成干湿 马鲁你能别带睫毛吗 这样真的好还难看 这才第一晚 他们还要经历13个这样的夜晚 今天的计划就是寻找一些椰子来吃 凯尔在这里看到了一些螃蟹 但根本抓不到 虽然螃蟹没有抓到 但是收集到很多椰子 实现了椰子自由 马鲁品尝到甘甜的椰汁 直验这是他喝过最好喝的椰汁 现在天气这么热 这些椰子带来的清凉 属实救了他们的命 现在有水有火还有庇护所和椰子 这已经算很梦幻的开局了 半夜的时候 天空下起大雨 金满虽然没有蚊虫 但潮湿和寒冷依旧是难受的 反正横竖都是死 想睡个好觉难过钟彩票 时间来到第三天 今天他们打算改造一下庇护所 凯尔打算在庇护所旁边加一面墙 这样可以更加保暖 在往期节目中 选手们贸易维持火堆真的很狼狈 经历过昨晚下雨的教训 所以他们想要搭建一个淡火棚 他们还想要搭建一个封闭式的庇护所 确定好计划之后 两人就开始收集材料 附近的竹子很多 他们首先要给火堆做个挡雨棚 卡尔收集竹子做框架 马鲁收集棕李叶做屋顶 附近的资源真的好到爆 不得不说节目组还是很关照粉丝的 凯尔很快就弄好了框架 火堆就在框架下面 这个哪吒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这样无法给火堆挡雨 但凯尔认为这肯定能保护火堆 马鲁觉得火堆火把竹子烧掉 反正哪吒现在很不爽 因为凯尔没有顺着他意 他讲了两个小时理论 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我真想跳起来一巴掌拍死他 马鲁想不明白这个竹子挡板 为什么是在下面 而不是坐在上面挡雨 其实这是凯尔制作的热量反射墙 马鲁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理论知识不到位 还说这个东西没有用 凯尔也开始对这个嘴强王者有一件 其实凯尔制作的热量反射墙是对的 如果看过我往前的视频都知道 大佬们在雪山里求生 就制作过这样的反射墙 火堆产生的热量被石头阻挡 映射到身体上 从而起到了更好的保暖效果 但是对于凯尔所做的一切 就相当于否定马鲁之前的理论 所以这个哪吒现在就很不高兴 以此就是我可以错 但你不能说出来 真他妈笑死我了 晚上的时候 又开始下起了大雨 凯尔果然被赶了出来 好在金板的火堆很安全 下大雨了凯尔还在看火堆 结过婚的人和没结婚的人 都知道怎么回事 白天这个哪吒生气了 晚上还想睡在一起 简直门都没有 但这时挑战凯尔肯定不服 两人在庇护所里吵架了 时间来到第四天 这天一早马鲁就开始拆庇护所 因为这些纵路也使他受集的 这婆娘真是有点神经 哪吒发誓要让凯尔后悔 凯尔早上去拉屎回来后 马上就得马鲁说对不起了 凯尔道歉后 马鲁瞬间就变脸了 这婆娘还算好哄 她也原谅了昨晚和凯尔吵架的事 马鲁表示凯尔是聪明的 还算他会做人 要不然铁定有他好看的 今天他们决定继续改造庇护所 马鲁想要搭建一个全封闭的庇护所 并且睡觉时离开地面 两人又开始收集材料 还是这熟悉的分工合作 马鲁非常期待新的庇护所 在往期节目中 他看到很多选手 都是搭建大型庇护所的 所以这次他也想要搭建一个大型庇护所 两人说干就干 凯尔收集竹子 饿了就吃椰子 很快就把框架搭建好 几个小时就弄好一个全新的庇护所 这看起来确实很不错 马鲁开心的要飞起 两人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好 他们看着新的庇护所非常开心 别说他们了 我看着这个庇护所都觉得很好 这应该是双人挑战中最好的庇护所了 晚上天空又开始下起大雨 今晚他们一点都没有被大雨影响 下雨天不仅没有蚊子 火堆在旁边烧得很旺 尽管外面下着大雨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今晚睡个好觉 本以为真的可以睡个好觉 但是大雨一直下个不停 地上开始渗水 他奶奶个腿的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时间来到第八天 这里每天都下雨 庇护所周围都开始积水 热带季风气候真的折磨人 这里几乎每天都下雨 他们的庇护所开始扛不住了 但马鲁很庆幸自己还活着 终于也开始干枯 他们的庇护所越来越差 要想住的更熟悉 必须每天完善庇护所 时间来到第九天 昨晚没有下雨 凯尔睡得非常香 附近虽然有很多椰子 但是凯尔想尝试一下螃蟹 这里属于海岸边 边地都是这些小蓝蟹 但凯尔更想抓到一些椰子蟹 他打算把椰子放在洞口前抓它们 凯尔把椰子碎放在地上 然后就等待螃蟹出来 马鲁在打水的时候 看到地上有一只螃蟹 拿起棍子就嘎嘎乱打 还真被这个婆娘抓到了一只螃蟹 果然妹子狠起来不是人 这只螃蟹给了他很大信心 而凯尔在这里一直都没有收获 他觉得螃蟹在嘲讽他 但最后还是抓到了一个螃蟹 他带着螃蟹回到庇护所 马鲁也说自己抓到了一只螃蟹 今天是他们胜利的一天 不仅有吃不完的椰子 还有螃蟹吃 时间来到第13天 明天就是彻里的日子 马鲁自尔查看彻里的地图 他们需要搭建一个法子 走水路通往海洋 但水里有很多开门额 两人一致决定造个末法 这里最多就是竹子 但是他们要测试竹子的漂浮性能 他们把两条竹子放在水上 然后每人做一下 一上一下的感觉给马鲁做嗨了 我是正经的荒野求生姐说 请你不要在我面前 做一些不道德的动作 简直不知廉耻 就这么简单的测试一下 漂浮性还是很好的 但需要喊发很多竹子 在往期节目中 海老们就做个大型竹法撤离的 马鲁也想做一个大型竹法 凯尔在砍伐竹子 竹法的结构早已经想好 马鲁使用藤万造绳索 他来这里只是想证明 自己在看视频的时候 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技能 这妹子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这次求生确实过得非常好 两个粉丝学以致用 成功让自己在这里生活下去 他们很快造好了法子 但只能勉强撑起一个人 如果是马鲁的话就刚刚好 但他们并不打算继续改善法子 凯尔打算跟着法子游泳 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他们晚上根本睡不着 因为明天就能拿到十万美金了 早已经想好怎么花钱了 时间来到第十四天 这天一早他们就醒来 凯尔用木炭伪装自己 而马鲁用胶带自制了一个奶罩 他奶奶个腿的 穿上这个奶罩 我终于不用打马了 就这个视角就能让评论区的老哥 用掉两包纸巾 他们把法子搬下水 马鲁坐在法子上 凯尔在水下坐人力推动 每次撤离都没有任何危险 虽然路途很遥远 但面对十万美金 这些嗨老根本就不用担心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开阔的水域 成功看到了节目组的撤离车辆 那么下一次还有哪些选手 会来这里挑战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这个少傅在非洲荒野求生 饿了21天 他突然发现地上种着土豆 接着就疯狂地挖掘 可当他把土豆带回庇护所时 队友说这并不是土豆 而且有毒 饿了21天的少傅瞬间崩溃了 面对有毒土豆 他吃还是不吃呢 本期挑战地点是非洲的荒野 男主光头叫山姆 彼此参加荒野求生 感觉非常紧张 期待能快到见到他的队友 曾经是一位吸毒人员 这次来参加荒野求师 是想要证明自己的 至于证明自己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些嗨老来着 都说是证明自己 本期女主沙拉 是一位38岁的少女 她说自己是一个酒鬼 参加这个节目 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会看 她要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自己 一个吸毒一个酗酒 我是看明白了 这一集是嗨老变形技 山姆经常到丛林里露营 因此也有一点以外生存经验 最擅长的就是搭建庇护所 而沙拉平时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和钓鱼 多多少少也学会一些户外生存技能 两个嗨老应该都是半斤八两 见面后进行了简单的配对 只要对方长得不像猪排 基本都能啃得下的 两人检查了自己带来的装备 山姆带了一把砍柴刀 沙拉带了一把弓箭 还有节目组提供的铁锅和打火器 他们需要徒步十公里 到达西边的水源位置 非洲的地区非常多惊奇 走起路来非常夹角 被扎几下算不了什么 非洲最危险的就是猛兽繁多 有实力就吃香喝辣 没实力就原地隔屁 两人边走边聊天 竟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老乡见老乡 今晚肯定少不了深入交流 沙拉说自己是一个正在康复的酒鬼 而山姆刚好也是一样 两个瞬间又多了共同点 沙拉对山姆非常满意 并且对自己都有想改变行动非常自豪 他们在路上看到大象的脚印 野生大象是非常可怕的 非洲白天的太阳非常热 走了几个小时的路终于看到水 是一片浑浊的鱼汤 这里遍地都是脚印 山姆打算在附近搭建庇护所 这里有水狩猎也方便 他们在大树下找到了一个位置 这里距离水源非常近 而且可以观察周围过来喝水的猎物 沙拉在岸边搭建一个围栏 然后使用树枝围成一个圈 只留一个进出缺口 接下来就是生活煮水喝 但在生活的时候 山姆感觉火融不够干燥 在非洲都生不了火 你拉泡尿淹死自己算了 沙拉找回一扎干燥的巢穴 这才让山姆保住一条命 山姆感觉快要渴死了 她煮了一锅水 煮好的水很混很干净 只要喝不死人都会说味道好极了 傍晚的时候 一条辣条出现在庇护所附近 送上门的大餐不吃就浪费了 沙拉拿着砍刀和辣条讲道理 这里距离水源太近了 很可惜他们并没有抓到 晚上的时候 他们讨论着今天走掉的辣条 非常害怕他们晚上回来报仇 第一天过得还算顺利 最起码两个嗨老还能笑得出 看着圆圆的月亮 两个嗨老竟然嚎叫了起来 我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选手们的行为 时间来到第二天 沙拉打算制作一个捕鱼陷阱 而山姆打算外出狩猎 白天的气温非常热 山姆希望能找到一些蛋白质 水里有鳄鱼出没 她并不敢贸然靠近 还在地上发现狮子的脚印 山姆认为庇护所周围充满了危险 沙拉砍伐了很多树枝 她打算在岸边制作一个捕鱼陷阱 把树枝均匀地插在地上 然后用树皮制作绳子 将树皮把树枝绑起来 原来她想制作一个捕鱼龙 在蜘蛛网上找了一些诱饵 将诱饵放入笼子里 制作的鱼龙看起来很不错 不知道能不能抓到鱼 沙拉把鱼龙放入水中 她希望能抓到一些黏鱼池 山姆外面已经逛了几个小时 但并没有看到一只猎物 她认为是刺激的气味影响猎物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他们已经感觉到非常饿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沙拉的鱼龙 他们一起去检查鱼龙陷阱 很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两个嗨老干脆直接在水里洗澡 我真是服了他们 泡完澡后回到庇护所 看到水中就有一条鳄鱼死盯着他们 这么一条小鳄鱼 他们也觉得害怕 手中的弓箭是摆什么 晚上的时候 他们听到附近出来狮子的叫声 应该是狩猎厮杀的惨叫声 反正听着就好害怕 两个嗨老根本不敢睡觉 时间来到第四天 这天一早他们在回忆昨晚的事情 现在都感觉很害怕 沙拉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向节目组给他十万就退出回家 山姆觉得生活还得继续 两人决定一起外出狩猎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在路上他们看到很多巧克力豆 非常新鲜有食欲 山姆捡了一些起来吃 确认了就是刚拉不到一个小时的 沙拉拿着弓箭 嗨老在后面观察 他们来到岸边 水里有不少野鸭子 这是绝佳的好机会 山姆瞄准一箭拳头吓跑了 第二次沙拉亲自上手 没有意外活嗨老一样的结果 没有实力又要带弓箭来装逼 要是我的话就带鱼钩来钓鱼算了 白天的气温很高 他们根本不想在外面多待一分钟 回去前沙拉决定去检查捕鱼陷阱 但发现鳄鱼在水中盯着 他害怕鳄鱼吃河棒 所有又走了回来 晚上这两个亥老坐在这里的睡不着 反正两个酒鬼现在最想的就是啤酒和炸鸡 时间来到第五天 沙拉一早就外出狩猎 他知道靠山姆这个亥老只能喝西北风 沙拉首先来检查捕鱼装置 两天没有看了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他拿起鱼笼检查的时候 里面竟然有一条鱼 他开心地把鱼拿在手中 鲰鱼已经死直了 肯定是在鱼笼里被水淹死的 沙拉狠狠地亲了一口鲰鱼 山姆在庇护所里煮水喝 沙拉拿着死鲰鱼回来 来这里第五天了 终于能吃上第一顿饭 他们将鲰鱼放在木炭里烤熟 尝起来味道非常不错 两个人吃得停不下嘴 鲰鱼肉饱满多汁 这个moment沙拉感觉自己心情要高潮了 饥饿是最好的催化剂 别说死鱼了 就连烤炉连味道已是香的 这顿烤肉全靠沙拉的贡献 如果他们用这条鲰鱼炖野菜汤喝 或许会吃得更饱 半夜的时候刮起大风 非洲昼夜温差非常大 他们背冷的牙齿都要震碎 两个还老被冻成肠粉 时间来到第六天 昨晚的大风把山姆折磨得崩溃 睡十分钟就冷醒一次 沙拉状态还可以 山姆就坐着都想睡觉 他们只在这里待了一周的时间 还有15天的时间要坚持 只靠一条鱼来维持肯定不行的 他们必须要获取更多的蛋白质 沙拉尝试制作一个四字死亡陷阱 反正理论他是懂了 就是不知道实践怎样 带来的弓箭简直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不如当初选择鱼钩更好 他们在空地上布置死亡陷阱 就看到剧组给不给面子了 时间来到第七天 他们在庇护所看到对面有条鳄鱼在睡觉 但山姆并不敢去偷袭 鳄鱼在岸上很傻 几十厘米高的小腿 跑起来贼快 凌晨三点多 天空开始打了一下雨 山姆非常担心这场大雨 因为他们的庇护所并没有防御措施 如果真的下雨 那他们必定是最难受的 他们赶紧把火堆维护好 现在只能靠火堆取暖 大雨很快就下了起来 时间来到第八天 昨晚的大雨持续了几个小时 山姆感到浩海绝望 他到附近捡柴的时候 收集到一根木头 这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现在沙拉承担起狩猎的责任 他知道山姆这个海老已经废了 山姆靠得住 母猪都会上树 岸边有经常有野哥来喝水 沙拉看见都流口水 很可惜每次都狩猎不到 用弓箭狩猎对菜鸟来说太难了 但指望山姆这个海老更难 不知的死亡陷阱又没效果 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鱼楼里 但这次道具组并没有放链鱼 时间来到第十天 他们还有一半的时间要撑 海老的营养一半被沙拉吸走 今天他们决定一起外出狩猎 希望两个人的运气会更好一些 白天的气温非常炎热 这会影响到他们狩猎 他们找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看到猎物 两个海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路程也越走越远 最主要的是太阳真的很毒辣 沙拉还想要在这里拉屎 走了很久才发现自己迷路了 父亲传来狮子的咆哮声 他们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沙拉的屎影声声憋了回去 在一个动物园来都没有狩猎到蛋白质 活该你们被饿死 最后他们又回到了水源位置 这次的长途旅行 一点收获都没有 每次都狩猎不到东西 就连一些能吃的植物都没有 这让山姆感到绝望 他们几乎每天都喝水冲击 这不是什么荒野求生 只是挨饿喝水生存罢了 每天他们做的最多就是收集柴火 每天都会烧掉大量的木柴驱暖 时间来到第11天 沙拉每天都想着如何获取食物 但山姆已经消耗完体力 现在她的计划就是躺赢 每天喝水睡觉一直到第21天 这样的策略或许适合山姆这种胖子 但对于沙拉这种选手 躺赢是根本不可能的 她要想撑到最后 必须要想办法获取食物 沙拉每天也只能去检查鱼篓了 而山姆也希望沙拉能抓到东西 这样自己也能吃上一口肉 很可惜这个鱼篓抓不到任何东西 水里有很多水质 沙拉把水质都收集起来 这是她最容易获得到的蛋白质 鱼没有抓到 就抓一些水质回去吃 水质知道后撒腿就跑 他们把水质放在木炭上烤 烤熟的水质还流着沙拉的血 但这并不影响沙拉把它吃掉 味道就像香肠 反正山姆是吃不下的 时间来到第12天 现在沙拉是真的饿了 她尝试制作钓鱼工具钓鱼 用树皮编织绳子 这种非洲多肉植物的纤维 可以用来制作弓弦和绳索 用一些碎骨头作为鱼钩 沙拉在寻找一个合适的钓鱼位置 附近到处都是鳄鱼 她想钓鱼又怕死 一条几十米远的鳄鱼 也把她吓出大姨妈 反正他们就非常害怕鳄鱼 直接拿弓箭受灵鳄鱼 比求神拜佛都好 一个钓鱼位置选来选去都选择不了 鳄鱼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时间来到第十三天 反正现在山姆宁愿喝水撑到最后 也不想中途退赛放弃 而沙拉一直在狩猎 反正她妈真的快要被饿死的感觉 她打算在这里等待小鸟来喝水 沙拉决心要狩猎一只鸟来吃 山姆每天负责收集木柴 这确实是一个体力活 或许抬木头比狩猎更浪费体力 时间来到第十四天 沙拉每天都外出狩猎 虽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但最起码她的心态还是乐观的 山姆对她的看法很不解 带着一把自己不擅长的弓箭狩猎 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而山姆每天收集木柴 最起码有水和有火取暖 论弓箭的话 沙拉肯定是不如山姆的 沙拉每天蹲在这里狩猎野哥 但弓箭和野哥之间 差了个伤心太平洋 狩猎失败只能来检查鱼篓了 没有意外又是没收获 咋了这些选手 一天只能射一只剑马 一次不行就继续等待呀 我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选手们的行为 时间来到第15天 海老每日都收集木头 哪里有枯木头他最清楚 海老在家做的类成牛 而沙拉在外面瞎逛 他却觉得出来怎么都比在家里强 突然他发现地上一些异样 在地上发现马铃鼠类的植物 他如同发现宝藏一样开心 然后他跪在地上开始挖 这个马铃鼠类植物能为他带来大量的挡水化合物 主要是吃它的根筋部位 这两个东西让他接近疯狂的边缘 虽然我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个啥 但我能理解沙拉绝境求生获救的心情 或许这两个东西能让他们撑到第21天 他把东西带回庇护所 山姆知道有两种不同的土豆 一种能吃一种不能吃 沙拉听到山姆的说法后 瞬间就绝望了起来 沙拉把东西拿出来 山姆接过后学问这就是你压说的土豆吗 沙拉还没来得及开心 山姆就说这个东西不是土豆不能吃 沙拉瞬间又绝望了 这是一种类似土豆的食物素材 但还有一种叫造干的化学物质 使用后会导致呕吐器官衰竭 沙拉本以为上天给她挖到这两个东西是要拯救她 没想到原来上天是要弄死她 这才短短的一分钟那 沙拉从绝望终于寻找到了一些希望 希望瞬间破灭 沙拉再次感受到了绝望 这都让我全部看在眼内 如同一个人在漆黑的环境下 苦苦寻找亮光 找了很久很久 终于发现前方有两个发光点 本以为这发光点是光明的通道 没想到原来漆黑中猛兽的眼睛 这是比死亡更可怕更绝望的遭遇 尽管知道沙拉是真的饿了 山姆依旧秉持着清醒的状态 说这玩意有毒不能吃 沙拉把手中的土豆丢掉 没想到袋中还有一个 非半条命去找到的食物 又被自己亲手丢掉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是看明白了 老天不是不想让他们死 老天是想把他们给玩死 让他们遭受心理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下雨天使用柴火的数量会增加 他们冒着雨在外面收集木柴 晚上的时候 天空又开始响起雷声 今晚又是不眠之夜 时间来到第17天 天空一直在下着雨 水平面开始上升 两个骇老蜷缩在庇护所里 这种天气根本没有什么密实机会 没有意外又是挨饿的一天 时间来到第18天 最近每天都下几个小时雨 沙拉在庇护所里一直完善无底 还有三天就结束了 这两个骇老会一直挨饿吗 现在山姆是一直处于躺平状态 只要每天有水喝就行 沙拉对山姆也很无语 反正他希望山姆一直和他干活 才刚把树枝收集回来 天空又开始下雨了 两个骇老也变成了巡悟空 他们就这样躲在树底下躲雨 距离火堆太远无法取暖 第19天的晚上 天空依旧下着大雨 他们淋着雨在保护火堆持续燃烧 每天晚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回想起之前的日子 沙拉并不觉得21天是一眨眼的事情 而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这两个骇老竟然做到了21天不吃东西 虽然他们的狩猎能力非常差 但他们努力活着的态度非常好 明天就是撤离的日子 他们决定今天再次外出狩猎 沙拉在野外看到了狮子的脚印 这让他感到紧张 山姆在外面寻找猎物 他看到了树枝上的毛毛虫 这种虫子对他来说是肥美多知的 山姆收集这些虫子 难道他要把这些虫子当晚餐吗 沙拉回到庇护所再次被讹哭 他觉得这里真的太艰难了 山姆看着沙拉 并没有主动告诉他抓到毛毛虫的事情 当沙拉想喝水的时候 才发现铁锅里都是蛋白质 沙拉感觉到非常惊喜 山姆这嗨老师懂浪漫的 沙拉看到这些虫子是非常感动 他把虫子串起来烤 这些虫子竟然是他们在非洲最后的一餐 山姆觉得自己为团队带来贡献 瞬间就觉得自己很自豪 时间来到第二十一天 今天是撤离的日子 只要成功撤离 就会获得十万奖金 他们虽然很担心狮子 但穷都不怕根本不怕死 他们需要徒步施工里到达撤离点 附近潜伏着各种危险 虽然路上石头很多 路也很难走 但他们依旧成功到达了撤离点 山姆和沙拉虽然没有狩猎成功 但他们体现出那种永不服输的精神 正是我想在求生者身上看到的东西 那么下一集还有那个嗨老会来非洲求生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 这应该是最享受的荒野求生 一男一女来到非洲荒野求生 制作了各种的狩猎工具 实现了鲜鱼刺有 炖肉吃到撑 本期挑战地点是南非荒野 男主比利是一位退役军人 看过这个节目的粉丝都知道 外国退役军人势必菜狗还菜的存在 说他们是菜狗简直是侮辱狗 比利在家里每天都看我的锦束视频 所以他也报名来参加比赛了 他说要来这里证明自己 至于要证明什么卵 我真的不知道 比利最喜欢的偶像就是斯奈德和马特 说到斯奈德这个屎狐鬼我就怕 所有选手中屁股最大的就是斯奈德 实力强不强我不说 但每次让我打一大片马赛克手都废掉 至于马特吧 虽然他的狩猎能力比较强 但他有一次合伙所有的人针对杰夫 这人格局是真的小 杰夫别哭你是最棒的 本期女主扇姆是一位32岁的少女 皮肤非常白 身材也是非常的好 但显示器是个敌配 以至于他谈了48个男朋友都没成 基本都是完三个月就分手 扇姆和比利都是我视频的粉丝 也是比较热爱荒野求生的 所以这一次他们以节目的粉丝参加荒野求生 只需要生存14天 即可拿下10万奖金 两人见面后只是见得的握个手 这么好的机会 没有进行简单碰杯配对可惜了 照我以往的经验 山姆迟早会被比利撬开盒棒找珍珠 比利带了钓鱼装置 山姆带了一把砍刀 还有节目组的铁锅和打火棒 他们要徒步5公里到达水源为止 现在还是还没到中午 也就是说会越来越热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走到 比利对山姆这个队友非常喜欢 腹白貌丑身材好 是一个优质的河棒 恰巧山姆对比利的印象也比较好 两人在路上边聊边走 看样子聊得不错 他们看到一棵倒下的大树 这棵树应该是野生大象推倒的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水源的位置 比利觉得这个小水坑肯定有余 山姆的显示器是真的差劲 还没开始求生就变成这个鬼样 旁边就有一块空地 竟然有一条鲶鱼在晒太阳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如何解说了 道具组简直是把我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比利觉得这是大自然给他的馈赠 这些嗨老不要脸是真的什么都说得出 很快他们在旁边又发现了一条鲶鱼 刚开局就直接狩猎到两条鲶鱼 咋地了 这非洲的鲶鱼都爱晒太阳吗 比利用鱼线把鲶鱼穿起来 然后放入水坑里养着 他奶奶个腿的 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他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位置 岛下的树木形成天然的庇护所 这两个嗨老是来这里捡钱的吗 食物已经不愁了 他们只需要搭建好庇护所 在弄来一些干草 比利他看过视频大佬们都是这样做的 收集干草来生火 他也模仿着做 很快也成功把火生了起来 先烧一锅水 第一天还算比较顺利 他们现在有了庇护所 也有了食物喝水 喝完这锅水 山姆就等着被笑喝棒了 比利以为今天在地上抓到的年鱼儿骄傲 旁边还有个优质喝棒 显示器是差点 但关了灯都一样 在晚上的时候 他们坐在庇护所里聊天 山姆刚发出邀请 一头犀牛出现在附近 看样子是想来喝水的 他们听到了犀牛的喘气声 而且越来越近 他们在庇护所里不敢出声 看样子是被吓得不轻 犀牛被摄影机吸引住了 山姆只想让比利撬合棒 但绝对不想被犀牛撬合棒 时间来到第二天 昨晚他们被犀牛吓得不敢睡觉 第一天的美好一晚被犀牛打破 他们当然是很不爽的 反正比利现在都还害怕着 现在他们还不饿 所以并不打算吃那两条鲶鱼 他们决定去岸边看看那两条鲶鱼 万一跑了就亏大了 他们来到岸边检查 发现鱼还在水里 只不过这两条鱼已经死直了 再不吃的话就会浪费掉 山姆将鲶鱼包皮 然后放入铁锅里煮了一锅鲶鱼汤 这肉闻起来很香 第二天就吃上一顿肉 这肯定是梦幻开渠 手里捧着一大片肉 就是没有什么胃口吃 清水煮鲶鱼肯定很难吃 没饿上十几天都吃不出味道来 比利来到岸边放置鱼线 今天的两条鲶鱼一条吃掉了 是没有食物的 如果接下来钓不到鱼 那只能挨饿了 时间来到第三天 他们的状态还算可以 现在比利感觉有点饿了 眼前只有一锅水 如果没有抓到鱼 那么他们每天只能喝水饱 山姆每天都要比利 把河棒撬开透气才开心 所以比利更加需要补充蛋白质 山姆虽然显示气差 但身材和皮肤是真的好 山姆尝试制作一个鱼篓 在往期节目中 就有选手在海中用鱼篓抓到龙虾的 而且还有一个大章鱼 最后实现了海鲜自由 看过这个节目的粉丝都知道 鱼篓抓鱼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在海里的海鲜爱钻洞 但这里是非洲的鲜鱼 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非洲骑士和棒抓鱼效果最好 比例去检查鱼钩 看看能否钓到鲜鱼 但并没有钓到 山姆这边也快制作好鱼篓了 制作的时候理论当然不能少 讲理论的时间都比制作鱼篓时间长 山姆把鱼篓放入水中 期待能抓到鱼吃 时间来到第四天 但检查鱼篓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鱼 看来是道具组忘记放鱼了 比例也没有钓到鱼 他们只好继续喝水饱 比例开始担心蛋白质来源 如果没有抓到鱼的话 他打算抓一些鸟来吃 我以为第一天捡到的鱼 是他们的开始 没想到是他们的高光时刻 比例打算制作捕鸟陷阱 之前看视频觉得 他们随便做个陷阱 就能抓到一只鸟 所以比例也想尝试一下 这个海鲁很快就开始制作陷阱 山姆在找幼儿 他拿着两条小熟吃在这里弄 我也不清楚他究竟会不会 反正山姆是相信这个嗨老的 比例也只是凭着技在弄 至于弄没弄得成 这全靠脑子好不好使 山姆站在旁边喝水 比例开始迷糊了 山姆每天要敲合棒的要求 让比例非常头疼 饿的时候就喝水顶几分钟 喝饱后继续制作捕鸟陷阱 用毛绳制作弹簧圈套 一段链接树枝 将地面的触发机关扣上 当鸟来碰到幼儿就会释放树枝 比例将陷阱放置在岸边 接下来就等到傻鸟上钩了 在第五天晚上 天空开始下起大雨 他们的庇护所并没有防雨 山姆只好拿着袋子盖住显示器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免之夜 时间来到第六天 昨晚一直在下雨 他们庆幸自己能撑过来 下雨后的天气非常凉快 好在有比例帮他取暖 要不然昨晚就原地去世了 比例来到岸边检查捕鸟陷阱 陷阱已经被大雨破坏 他重新布置了陷阱 山姆在收集木柴 昨晚已经把木柴全部烧光 很快时间来到第八天 山姆已经被饿的体力布置了 他们现在继续补充蛋白质 山姆回到庇护所里躺着 接下来只能靠比例了 好在他们的挑战只是14天时间 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 时间来到第九天 这天一早 山姆感觉身体有点疼 比例继续要抓到银鱼 山姆再不吃肉的话 很可能会饿傻 比例用一条木棍劈开 将一旦削成尖刺 看样子是想做一把鱼叉 这还老的动手能力挺好的 就是运气不咋地 他拿着鱼叉在水中问戳 没想到还真有鱼在 一条大鲶鱼碰到比例的脚 这让他瞬间兴奋了起来 晚上的时候 比例被饿得无法思考 注意力根本集中不了 非洲的夜晚很多动物经过 每天晚上他们都无法睡个安心觉 今晚出现这头野生大象 看样子再次把他们吓尿了 时间来到第十天 他们昨晚睡得并不好 这里附近的野生大象太多了 每天都是比例首页 山姆递来一锅水安慰他 但比例根本不领情 用一锅水来考验干部 比例这次做的有点没诚意 然后又拿出两根小木棍 但比例依旧没有理会山姆 你看我干啥 你把乳山生蚝掏出来 让比例做两口 他指定像打鸡血一样去抓鱼 狩猎一直没有成功过 他们的自信心也被打击得很厉害 眼看比例指望不上 山姆决定自己外出寻找食物 之前他一直在打酱油 现在快饿傻了才出去找食物 这妹子属实有点坑 他在收集一些野果 当他回到庇护所后 比例为今天发脾气感到很惭愧 一个大嗨老一点格局都没有 敲完合棒身体内抓到不食物 就怪妹子 这属实有点不道德 缺少食物和缺少睡眠 对比例打击很大 今天他们的午餐就是这些野果 味道很甜像初恋一样甜 比例吃得停不下嘴 时间来到第12天 今天比例计划去浅查钓鱼装置 希望能抓到一条鱼 这样他就能恢复一些体力了 而山姆的两排牙齿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咬东西了 比例来岸边检查鱼网 很可惜又是没收获的一天 荒野求生是比例最喜欢的节目 自己却在这里饿得像条狗 别人来是吃香喝辣的 而他来这里是做嗨老的 他们突然听到水坑里有动静 比例发现鱼线在动 他兴奋地跑过去 当他拉动起鱼线 果然是钓到了一条鲶鱼 山姆已经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牙齿也不听话地露出杀气 这条鲶鱼的个头非常大 足够他们饱餐一顿了 这条鲶鱼是比例的战绩 最起码让他信心满满 鱼头不吃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脱皮呢 这顿鲶鱼大餐 比低顿相比味道差别太大了 这两个嗨老虽然奇葩 但是也是唯一一个不考鱼吃的选手 这一顿吃完晚上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时间来到晚上 明天就是第14天 他们即将撤离这里 两个嗨老吃了两顿鲶鱼大餐 时间来到第14天 今天是撤离回家领奖金的日子 他们早已经准备好 虽然撤离点有点远 但为了10万奖金 他们怕也会爬到终点 每次撤离都不会有意外 两个嗨老最终也来到了撤离点 站在石头的最高处 那么下一次还有哪些选手来这里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